基本上應該是 原來應該是這邊到這邊吧 這一段本來是空的 類似像這樣 你就按個Enter 把剛剛的東西 從雲端上先貼上好了 那先試試看 等一下細節 尤其像 Says on Click Listen 這個怎麼做到的 我們等一下細部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 請記住 你不要直接就像剛好同學直接點那個程式碼 忘了把它彈出 直接在這邊複製貼上 然後會產生錯 為什麼 從這邊複製貼上 沒有右上角這個彈出 它會多很多換行 會變奇怪怎麼換行的話 然後程式會跑不出 會有錯誤 所以建議你一定要彈出視窗 然後呢 就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打錯了 等一下會講那個放大 就是如何把字形放大 如何增加那個技術 答案就在這邊啦 等一下會講 那其實 我剛剛是把我的程式直接貼上 所以你會發現ActionBar 當然你可以不需要直接整個蓋過 你可以找 我 變更過的 我乾脆直接把它加出題吧 其實我有變更的大概123 實際上 將來撰寫程式就是123法則 就可以了 1 做什麼 宣告物件 也就是你畫面上面有幾個元件 會需要改變喔 沒有改變你就不要管它啦 反正它只是裝飾你就不要管 會改變的你就宣告 像 我會按一下按鈕 所以它會被 被實做到 然後那個上面TestView會改變 所以這兩個我都要宣告 那因為 它能夠被執行 一定是在 記憶體裡面被執行 所以呢 在記憶體裡面呢 需要什麼 物件 所以這個物件 實際上就是存放 將來我要放元件在哪裡呢 在記憶體的一個地方 對不對 這解釋應該 應該很具體吧 這也是很抽象的東西啊 所以有些同學自己這樣看 哇 實在太抽象了 你也看不到它到底怎麼跑的 但是它就跑上去了 實際上它就是 先跟 那個Java 實際上就是跟那個 我們的系統要一個空間 去存放 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 你也不能亂放 不能說你Button 放在TestView裡面 TestView放在Button會怎樣 直接跳離 就 當掉了 因為 你如果跟它要的是一個TestView 你就要放在TestView 如果你是跟它要一個Button 你就要是要放Button 你不能亂放喔 而且非常的嚴謹 這個地方非常嚴格 其實不像說早上講那個VBA 那個VBA都可以隨便亂放 所以VBA就 比較彈性很大 OK 但是 這種Java 就是非常的死板 你宣告的形態是什麼 你就要用什麼形態 那特別注意 也就是說後面這邊有 有什麼呢 有那個強制轉型 那因為我們剛好在 畫面上面 會放一個T01 因為剛好是TestView 所以你轉過去 也一定要是TestView 你不能做錯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 拉一個什麼 另外一個 ADTest 結果就要給它轉成TestView 然後一直錯一直錯 其實像 我每次都是幫人家看 我發現說 這是你自己不細心 然後 那考我嘛 是不是 不過還好了 我已經 很習慣 一看 因為它一執行 就 沒有看到畫面 然後就會說什麼 錯誤之類的 所以 這種事情其實是 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 工程師 一定要 第一個要細心 那第二個執行下去 就要耐心 對不對 所以要細心跟耐心 再來接下來 可能就要愛心了 因為如果 電腦跑太慢 你想砸電腦了 OK 那 再來的話就是說 有一個TestView跟一個Button 再來就要建立一個事件 那將來 什麼叫事件 我想 在其他的那個Visual Studio 或者其他都有啦 只是說 在VBA VBA裡面的好處是 點兩下 它就自動幫你建一個事件 自動產生事件 你不用額外寫 可是 Java 或者是 Enjoy 它沒有 這麼 Friendly 你必須要 自己去創 一個什麼啦 一個Listener 也就是說 他不會